好沒關係啊 你這麼喜歡的話你就去嘛 反正你沒有那麼喜歡我 現在是有女朋友都不要媽媽了是不是 啊我脾氣就是這樣啊 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也沒辦法啊 你有被情緒勒索的經驗嗎 生活上不論是朋友家人或情人 很容易一言不合的舊勒索 所以呢 這次我們阿上界調查 什麼星座是情緒勒索中的高雄呢 讓我們去看看吧 你知道情緒勒索是怎麼了嗎 等於有點像欺負你 然後又巴著你不走啊 就是我的朋友的女朋友都不會這樣 言語去給人家施壓 然後讓人家覺得好像不得不怎麼樣 啊我脾氣就是這樣啊 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也沒辦法啊 就可能是對你再一個人 然後用危險性的方式達到這些想要的目的吧 就說什麼好嗎沒關係啊 我老了你就翅膀硬了嘛 你不這樣做就是不愛我 好啊你都這樣那我也沒關係啦 你要這樣子就是隨便你 就類似這樣子 那你們覺得什麼星座是最愛情緒熱索別人的 水瓶那種很愛 哭哭鬧鬧那種 天蝎座吧 如果你不幫他他就會就是 一哭二鬧鬧鬧鬧 金牛座 為什麼覺得金牛座 因為我身邊有金牛座的朋友很會 請惹別人 我覺得第一名我會給雙魚座耶 我身邊有個好朋友是雙魚 然後我媽也是雙魚 他跟爸爸吵架的時候 然後我跟妹妹可能就是比較中立 然後說我覺得是爸爸的比較對這樣子 然後我媽就說 你們用的都不要叫我媽 水瓶座 因為我媽是水瓶座 可能我現在在學校 因為我女朋友也在這邊 然後我都沒有回高雄 他就會說 現在是有女朋友都不用媽媽了是不是 嗯是這樣的 雙魚座 因為我媽是雙魚座 他很喜歡就是依照自己的標準 然後來定義你要怎麼做 然後就是如果你不合他的意 他就會說是為你好這樣 應該是雙魚座 因為雙魚座的那個個性都比較柔一點 對然後可能就比較愛哭 對然後他就會 他讓你覺得很緊張 就是不剩他的意義 雙魚座女是不是蠻愛情了 我有一個雙魚座女朋友很愛情了 我現在出來想 好啊你都要這樣啊 你不來那下次不找你了 沒關係啊 就類似這種 然後他就說 他是不是真的生氣了 還是我是不是應該要真的挪出時間 跟他一起出去 天蠍 都很強勢 然後很有主見 都會比較強迫人家 接受他們的想法 巨蠍吧 很愛亂 胡思亂想 然後就會 自己講出來的話 就會產生情熱的那種 天蠍啊 你覺得是你自己嗎 對啊 我很常情趣的所編 就覺得一定要來啊 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 這樣 是不是朋友啊 走啦 去嘛 啊我付錢啊走啊 之類的 天蠍座耶 就是因為我身邊有個朋友 他也是天蠍座 然後就是 他常常會去對一些 他很親近的人 然後去做一些情緒的勒索 然後就感覺 哎唷好恐怖的感覺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什麼被情緒熱索的經驗嗎 譬如說今天 呃 大家一起出去玩 可是我可能沒辦法到 然後他可能就會說 好啊 你就是 呃 不喜歡跟我們出去玩之類的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 最多人 然後每天都會請了我的 就是跟我借筆記 他們可能會說 那個筆記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拜託 然後加個那個 淚眼汪汪的那個表情 他就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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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很常情惡別人 他會找你幫忙做一個事情 然後如果你 不想幫他 他就會說 好啊你不幫我 我就 就擺爛啊 就不要大家都不要做啊 這種 他是情惡大師 哇 就是我之前要出去 然後我媽就會一直跟我講說 什麼 在這樣子我就跟你斷絕關係啊 當下當然會很走心啊 就是會覺得 喔 阿不 但我覺得 女生多少都會想要 有一點情緒勒索吧 我覺得吧 就是 就是 可能男朋友 嗯 可能他 跟你說他幾點要回家 嗯 然後他超過那個時間了 我就問他說 呃 要回來了嗎 打算回來了嗎 這樣子 這也話算是情惡大王吧 對那種曖昧對象 或是另外一半 就會說 喔好沒關係啊 你這麼喜歡他你就去嘛 反正你沒有那麼喜歡我 我就想看他沒有那麼在意我 這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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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